新北新庄区厚德里 响应市府推动的可食地景政策 改造了一块原本遭到民众弃制废弃物 砸草丛生的闲置土地 而透过市府的辅导 以及社区共耕的力量 成了一处生机盎然的绿美化环境 看我的芭蕾漂亮不漂亮 一手俐落把芭蕾摘下来 重复动作三个水果就这样摆在眼前 看起来晶莹剔透的好漂亮 因为它们统统没有撒农药 一旁种着油菜A菜小白菜 一共二三十种不同蔬菜 要什么有什么 厚厚绿绿的毕竟它们都是有机的 更特别的是上头浇的水 其实是雨水 用八个大桶子就能回收 三十顿的雨废物利用 原来这是新庄厚德里 一条上子内的可食地景 大概是三四年前的时候 这地方全部都是垃圾 那整个都被垃圾掩埋 那我们觉得这样子 对我们环境不大好 后来这块地是私人的 后来它又捐给政府一部 我们就跟新北市政府借地 也跟私人的公司借地 我们就自力更生 然后我们自己出资 把它整个都整顿好 所有工作统统自己来 包含在路口处装点的景观生态池 花草是自己种的 这连废弃胎也是里长自己找来 在另外彩绘装饰的 将近三百坪的地大改造 不只是为了美化环境 也需要好好照顾里民 我们目前这一块地 大概有将近三百坪 有十五个志工 大家在照顾 那每一个月我们会做一次共餐 那就是就近取材 然后就近主食 请我们里里面固定的一些老人家 或是有必要需要一些无毒农药的 这个比如说有生病的人 或是身体不舒服的 那我们每一个月会供应两次 大概就是在月中月尾 两次分送给他们大家 可是地景外头就是一整条三百二十公尺的人行道 里长把过去存在的违章建筑统统拆掉 搭配上里头的田园风光 不仅成为厚的里内民众交流聚会的绝佳景点 也成了教育里民可是地景的好教材 记者房间凯林区新庄采访报导